北科大有一個戲 他們辦了暑期營隊活動結束以後 到臺北市有一個知名的熱炒店去用餐 不料這群學生 點的菜都還沒有上桌 就把店裡免費提供的兩大鍋 白飯吃光了 最後他還抱怨吃不飽 我想請教一下文婉 後來為什麼鬧得這麼爭議 其實應該這樣講 到目前為止這個事情已經延燒了好幾天了 然後每天都有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資料 影片丟出來 所以到現在其實到底誰對誰錯 其實已經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 那是角度的問題 在我這樣看是這樣 然後最主要先講就是說 這個營隊當時他去這家熱炒店用餐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票學生後來就講說 我吃不飽 然後在這個餐廳的這個下面的這個評論 下面寫負評 就是都給一顆一顆星的負評這樣子 那關於這個白飯的問題 為什麼我跳這麼快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光是白飯的這個爭論 就爭論不休 因為剛剛鄭大哥講的兩大鍋白飯吃光瓜 然後菜都還沒有上完 結果老闆說你們又要求我補白飯 其實意思是說那我這個時間已經過了 我來不及補 所以你們不然就叫炒飯 就叫炒麵 可是學生的意思是說 這兩桶沒有 是你本來餐廳裡面只有兩桶 我們去的時候剩半桶 所以我們才吃了半桶 我們不是飯桶系 所以光是為了這個飯的問題 就爭吵不休 那今天最新就是說這個熱炒店的老闆 有把這個一個錄影的 就是餐廳裡面熱炒的監視器的畫面 拿出來就說你看你看 他們真的一個碗就貼了滿滿 像山一樣 這麼煎的就是一碗飯 你看他們吃這麼多 我們怎麼 意思說說不應酬你們太厚吃 可是學生又跳出來 有人跳出來說 這是我們那邊添過來 大家再拿來倒進家 再分食這樣子 所以光是這個飯 到底是兩桶 還是半桶 到底夠不夠吃 然後這個所謂的過程當中 你到底是補還是不補 是吃到飽還是沒有吃到飽 還是說提供 就是裡面的遊戲規則已經就是很分歧 然後最主要是後來我們看到了 這個北科大的學生 在這個事情延燒之後 老師有帶著學生去跟店家 熱炒店老闆做和解 那也拍了一張照片 那光是這張照片 因為大家笑得很開心 好啦 那你知道現在這個網路的特產 就是酸酸 大家就說你看 你們真的為了個白飯 你吃不飽 你就在下面給人家留一顆心的負貧 你們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想哭 還嬉皮笑臉 結果這個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應該說這個輿論 所以炸掉的原因就是說 後來陸陸續續在滴卡 在很多的這個所謂的平台上面 就很多類似 疑似所謂的該科系的學生 跳出來說 第一個 我們根本沒有要道歉 我們是被逼道歉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沒有嬉皮笑臉 我們去呢 其實是真心地去道歉 因為老師帶我們去道歉 那我們其實也沒有表情 這後來不知道拍照的時候 不知道誰講說 拍照要笑一個 那我們就跟著笑了 那其實我們沒有嬉皮笑臉 所以其實這個這樣子來來回回 已經燒到沒完沒了